诶 哇 居然从码头开始就有这么多宣传话 哦 真是对这两位发明人的真实身份越来越感兴趣了呢 嗯 因为传闻很少 大家对他俩的猜测反倒一发不可收拾 有人说他俩是得到了智慧之神的启示 有人说 根本没有什么发明者 哦 对了 你们看过召唤王这本书吗 嗯 被恶之王附身的神奇少年变为传奇牌手的故事 挺有趣的 来之前我特地读了一下 甚至有人猜测 召唤王的作者就是故事中的少年牌手 而发明了寄生召唤的就是传说中的恶之王和环之王 怎么越来越离谱了 是啊 所以原作者很快出来否认了这件事 结果人们讨论得更激烈了 就连书也卖得更快了些 不可否认 七圣召唤风里提瓦特 有一部分是那本清小说召唤王的功劳 哦 看看这阵仗都赶得上一场积点了吧 书肯定又会卖出不少 哦 这一看就是那个狐狸女人搞出来的 狐狸女人 就是八重神子了 八重堂的总编 他肯定一边吃着油豆腐 一边叫手下趁着机会加大清小说的销量 啊 这场面我说 只要把油豆腐换成咖啡 清小说换成报纸 看来哪儿的老板都是一个呀 这每个地方的景色还真不一样 哼 出来一套还挺赚的 你倒也乐观 明明是受到了不公众的待遇 咦 站在那儿的是 尹 旅行者 派蒙 又见面了 这位姐姐是 哦 我来介绍一下 咦 奇怪 这几天我怎么老是在做介绍人的工作 嗯 这位是夏洛蒂 风丹来的记者 这位是尹 呃 道气的神明 诶 是 于 于建民神主寸黛玉所大人 啊 你好 你好 试镜试镜 远道而来的客人 无须多礼 哦 是 呃 我是说 好的 哦 你们的熟人还真是一味比一味了不得 我此番也是受神子之邀 体验一下市井游乐的氛围 和各位并无二致 哦 我懂我懂 会场又热闹 还有好多好吃的对吧 那 那既然几位赶上了话头 我就不打扰了 哼 还是老样子 之后再会合吧 好 那待会儿见 难道是我的身份吓到他了 还好吧 我们之前也是分头打听消息的 尹还喜欢七圣召唤嘛 看学生们比赛很刺激吧 嗯 我也是此次的参赛者之一 呃 尹 为何如此惊讶 以牌为乐 古来有之 我也好奇如今的牌戏变成什么样了 进到了半决赛 半决赛 好厉害 好厉害 那 难道说决赛也 很遗憾 我已止步于此 因为 因为他在半决赛上输给了我 输得可惨了 简直是晚败呢 不过是被一些小伎俩骗了而已 小伎俩怎么了 规则范围内的伎俩都是智慧的体现 我看是某些人整天蹲在天守阁里 才没有机会掌握这些吧 这俩人关系还真好呢 你说得对 我是该多出来看看 如今到期和平安置 与之前相比多了不少变化 不过 有些人对天光的畏惧仍未改变 有一两局比赛 我看对方突然双手颤抖 迟迟不敢下牌 现在想来 许是不敢打出制胜一招 别人都是输了牌后垂胸顿足 你的好 明明赢了 却在这举色 叫你出来是让你开开心心享受牌戏的 算了 我也知道你就这习惯 你还是乖乖学学我怎么用小伎俩 赢下海棋岛那位仙人神巫女吧 原来决赛的对手是星海 一边是曾经并肩作战的海棋岛领袖 一边是兼具智慧与美貌的八重神子 神子大人 小家伙 你会支持哪边呢 神子 别为难人家 哼 我知道 就想看看小家伙的反应嘛 会场就在那边 你们可以先过去逛逛 记得带我向决赛对手问个好用 喂 智友 艾景瓜 放牛蛋 别在这么多人面前叫我艾景瓜 这大赛怎么可能少了我荒龙天下打牌第一等 我们荒龙派全体出动 目标就是拿下大赛的所有奖金 结果只有老大在预选赛就被刷了下去 这 这不重要 我只是运气不好 第一轮就遇到了强手而已 再怎么说 我也是和对面打得有来有回 被对方三回合拿下 可不叫有来有回 喂 阿仁 在智友面前 你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吧 你不也办决赛输给了那个什么 攻的什么海吗 毕竟是那位海祈岛的军师 我输得心服口服 其实我早就观察过了 要想打牌打得厉害 你牌背首先得好看 我就是诸在牌背太普通了 牌背的花样和牌手的技术 应该没什么必然联系 不不不不 这就是艾景瓜你不懂了 就像厉害的鬼头虫背部颜色更鲜艳一样 只要牌背好看 那我抽到的手牌肯定也更厉害 老大 这打牌和斗虫可不一样 凭的是自己的本事 我和你们中也真不明白 干脆要智友来评评理 他也这么想 不行 还是两场实战更有说服力 还这样吧 二人你的牌借我 你那牌背就挺好看的 但旅行者的牌背肯定不一般 好看程度不一定比得上 这样吧 不如你有我的牌 不是我说 老大你组的那套牌 放谁手里都赢不了 别说这么多了 智友 现在有空吗 是这样吗 那我们先不打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了 来找我就行 我们想和新海打个招呼来着 你们看到他了吗 就是荒荣天下笨蛋一斗口中的 什么公的什么海 好你个爱心瓜 待会就是他的比赛了 应该不会走远 你们可以找那边的九条沙罗问问 会场秩序和人员出入 都是天岭奉行的人在管 哎 智友 别忘了我在这儿等你啊 啊 沙罗 我们在找新海 你有见到过他吗 之前办决赛后 我见他出了会场 没再回来 酸狐公大人的话 应该是去离岛西边的海岸了 五郎 好久不见 二位好 有什么要警示吗 没什么 就是想打个招呼 这么说来 决赛的对手可不好对付 沙罗会支持哪边呢 我本应全力支持将军大人 如今将军大人的战斗已经结束 老实说 我无所谓 我还以为你一定会支持神子呢 万座以前 或许吧 如今明神岛与海岐岛互解有益 大家皆是朋友 嗯 这也是山湖公大人的想法 朋友间打牌 重载交流牌记 分享快乐 而非胜败争斗 他希望今后的到期也能如此 嗯 很有见底 他的对手善用骗术 如果看到对面满脸愁容 千万不能大意 那可能是在诱人入套 以前在战场上交手的两位大将互相关心 这感觉可真好呢 别误会 这是为了公平 自从在参赛名单上看到那位军师的名字起 我就知道他多半会进入决赛 成为将军大人的对手 他的每场比赛我都看了 这位军师战术多变 也善用奇策 将军大人惜败后 这些情报恐怕也已落入公司大人耳中 哇 所以才不想让心海吃情报的亏 这正直的做派 不愧是沙罗 多谢旧条小姐的提醒 我会转告给珊瑚公大人 没什么 时候不早 差不多去将那位军师回来吧 嗯 先告辞了 欣海 派蒙 还有旅行者 嘿嘿 很惊喜吗 我们是来给你加油的 欣海在这里干嘛呀 是过来看大海的吗 嗯 舒缓的浪声 能让人心情平静 我来这儿 原本是想看看海祈岛 咦 这里还能望到海祈岛吗 我看看 怎么样 看到了吗 哦 哦 那边好像是神无者 再远些是巴韵岛 呃 看不到 如此情好天气 都无法从明神岛这边 望见遥远的海祈岛 更别说之前雷暴还在的时候了 如今两边虽然交好 但战争的阴云 仍留在一些人心中 熟人吵架尚且需要时间原谅对方 更何况 互相望不见的人呢 啊 星海 抱歉 不知不觉就想到些严肃的话题 嗯 你果然了解我 诶 什么意思啊 胜负不是最重要的 是珊瑚公大人在人们的瞩目下 到这里来玩牌的这一举动 嗯 今后会有更多的人 在海祈岛与明神岛间往来 我想传达的无外乎一点 尽管信仰的神明不同 但大家都是能在一张桌上玩牌的朋友了 今后还应互相帮助 这算是一种 以牌解怨吧 我喜欢你的说法 况且 我一直都对兵法策略感兴趣 比拼计策的牌系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嘿嘿 小思心呢 二八成吧 嘿嘿 你可要小心那个狐狸女人 连沙罗都提醒你她诡计多端 我想不只是珊瑚公大人 有以牌解怨的想法 那位大将确实说了这话 嗯 那真是太好了 牌萌放心吧 至于牌局 我早就想好了各种情况的对策 哇 感觉越来越期待了呢 嗯 不行不行 这场比赛 我说什么都要看 什么时候都拉不走我 小吃炭的香气也不行 嗯 谢谢你们 我们走吧 稻妻神明 仗妻威光 杀入半决赛 没想到对手狡黠一笑 哇 这标题好 稻妻的雷 应该劈不到丰丹吧 那位雷神不会为这种事生气的了 啊 你俩怎么聊上了 不对 应该说 哦 我们怎么又又又遇上了 齐良良 我也觉得巧得很哪 明明才刚见过面 我离岛附近的人采访过一遍了 没打听出卡牌怪盗的情报 后来倒是遇上了这位齐良良小姐 聊着聊着发现她和你们见过 卡牌怪盗 哦 哦 是这么回事 这事件的真相 我已经有些头绪了 哎 这么快 三言良语可能说不清 决赛也要开始了 这么说吧 这次事件的关键线索 就在齐良良小姐身上 嗯 哎 等等 哎 我 哦 和齐良良小姐聊完之后 我倒也有了点推测 没时间展开了 抱歉各位 剩下的就比赛结束后再聊吧 呃 怎 怎么办 我脑子绕不过来 明明是我讲的经过 但完全不知道哪里能看出真相 我不会真的奔得像金瓜吧 嗯 好吧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召唤王大奖赛的决赛现场 本场比赛将由名神大赦的公司八重神子 对阵海奇岛线人神巫女珊瑚公星海 好 我宣布 现在 比赛正式开始 哦 开始了开始了 双方至先后手 这么晚才到 我还以为是在海底散步迷路了呢 深海蛇平鱼小姐 来岸上一趟也不容易 要不要我把先手的机会让给你啊 这就不必了 听说玲珑油豆腐冷得快 如果不趁热端上来的话 恐怕就要变成冰凉凉油腻腻的了 第一回合 开始 绝赛的胜者是 决赛的胜者是 海奇岛现人神巫女珊瑚公星海 赢了赢了 星海赢了 哇 那位狐妖大人巨雷 哎哟 看得我尾巴上的毛都竖起来了 几位 久等了 谢谢你 星海 我刚才真是为你捏一把汗 神子也太狡猾了 装作无计可施的样子 让星海解决掉自己的一张牌 结果他居然连用两张以此为前提 才能打出的手牌 差点就翻牌了呢 哎呀 哇 这里好热闹 都在背着我说什么有趣的事呢 我不是 我没说什么 我说神子你说了真可惜 这有什么好可惜的 一场小比赛而已 下次还说不定是谁赢呢 怎么样 深海蛇评于小姐 要再来一局吗 玲珑油豆腐小姐有意的话 我愿意奉陪 只不过 旅行者这边有个谜题还在等我解答 是吗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刚好去找五郎玩玩 那双毛茸茸的耳朵 我可是好久都没见到了 我们说回刚才的话题 是 启良良小姐 你这几天都在各国之间送货对吗 嗯 最近货物还挺多的 但这和怪盗的线索 有什么关系 奇怪的点在于 启良良小姐的足迹 与我们一路追寻的怪盗不谋而合 没错 要点就在此处 难道说 启良良就是怪盗 哎 这可不能乱说 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快递员而已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 不对 不能冤枉好妖怪啊 两位别急 我并非此意 启良良小姐 这几天收到的快递里 有没有多个货物是同一寄件人 或是发网同一地点的呢 我想想 寄件人倒是都不一样 不过每个地区 的确都有一份快递 收件地址是相同的 真的吗 收件地址是哪儿 这个 具体的我不能说 只能告诉大家那是在虚迷 这些货物是不是都很轻巧 最多也就只有信封大小 你 你难道是那种会做一只梦的大妖怪吗 我以前在奶奶腿上趴着睡觉的时候听说过 我只是海祈祷仙人神巫女 平时喜欢读小说和看兵书而已 怎么样 听完这些 你是否和我想到一样的答案了 嗯 非常完美的答案 原来追了半天 怪盗收集的牌备一直都在我们眼皮底下 但是 这其中还有一点 齐良良小姐在蒙德事先拿走了货物 我们在碰到的怪盗 时间对不上 关于这个 我的想法是 怪盗不止一人 你们在追的这位应该是怪盗团的一员 其他人恐怕先一步收集好了牌备 统一寄送出去了 这么一想的话 要在那么多国家收集那么多牌备 的确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 可是 我们追的这位 为什么不用薄荷屋的服务呢 手脚慢了 错过了组织约定的交货时间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理由 毕竟听你们描述 他只有过一次偷盗行为 还被人看到了 再之后 就都是用交易和打赌的方式 获得牌备 我猜 这人其实不擅长偷盗 原本应该付给薄荷屋的委托费 也被他拿来做交易资金了 那这又有了新的问题 其他人为什么不把牌带在身上 自己回须民呢 除非 他们有一定要留在当地的理由 嗯 这也是我人为明了的问题 怪盗团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套牌备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这恐怕 只有亲眼见到那幅牌备才会知道吧 你 你们干什么 别这样看着我 客户的包裹 我是绝对不会开的 这 这要是被公司知道了 我可是会被开除的 我才不要回到齐的黄山岩岭做什么大妖怪呢 我们自然没有要为难齐良良小姐的意思 事情到了这一步 不如就让大家陪齐良良小姐一起去须弥吧 对呀对呀 多余的信息我们是不会打听的 就怕万一对方是坏人 起寥寥你会有危险 一起去的话旅行者也能保护你 我也很能打呀 从入职到现在 我还一个包裹都没丢过呢 那些看我好欺负就来抢东西的家伙 全都被我给打跑了 嗯 你们让我想想 好吧 我可以让你们一起去须弥送货 但是有条件 你们得躲得远远的 不能让客户看见 哪有带着一群人上门送货的道理 嗯 没问题 答应你了 另外 就算客户真的透过东西 或者真的是个坏人 那也得交给当地的卫兵解决 看来下一站是虚迷了 我们这次还真是走了好多地方呢 祝你们顺利 这次的谜底 就留到下次见面时再告诉我吧 嗯 咦 咦